小羊这个是2000多回事的 现在只要加个99 除给老粉 13pro和13pm 作为今年最热销的苹果旗舰机 小羊不清楚其他童话卖的怎么样 但是在咱家这半年时间里面 卖的最好的就是13pro和pm 首先网上14pro系列 提升真的没多少 除了一个零动脑 其他啥也没有 而且还要多花差不多1000块的冤枉钱 而网下的话 12pro系列的话 没有一个有高刷的 而且价格也跟13pro枪差不大 所以它的这个价位段就成了唯一的神 再说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首先的话就是尺寸不同 一个6.1英寸 一个6.7英寸 重量上13pm会比13pro就有35克 第二点的话就是电池不同了 13pm的话达到了4352mAh 而13pro则仅为3095mAh 那如果说让你选 你会选谁当主力机呢 而且但凡了解最近数码圈的 你都会发现很多数码博主 都在推这款手机 不是因为卖不掉 而是因为它的销量实在是太火爆 这样咱每天都是出差不多七八十台手机 像这一框里面少说都有30台是13pro系列的机型 然后像这一台的话是我们回收粉丝的 上面标注的是 无锁256G内存 98星橙色 正常来货的话还有3000多 但是因为上面就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小漏叶 小羊直接2999出 当然还有像这种正常的机子 像是无锁的13pro188G 我们报价的话是3699 而这种大屏长续号的13PM 无锁128G 我们报价则是4199 都是纯原装的 橙色嘎嘎亮的机子 好了我是华神北小羊 如果说对二手机感兴趣的 记得关注我